耶律景是聊过开国皇帝耶律阿宝基的孙子 一位阴王耶律查哥方的叛乱 杀死了当朝皇帝耶律软 大家慌乱之中就跑去用理他结尾 他睡得迷迷糊糊 连哈欠都没来得及打 就成了皇帝 但他并不是末号鸟 他好喝酒 动不动连喝一个月 以至自己年纪轻轻一身病 有个叫萧谷的女巫 跑来跟他说自己有长生健庭的秘方 但要用男人的胆来做药饮 耶律景一听 喝男人腰到死 于是他每吃一副药就杀一个男人 然后取他的胆 一连吃了好几年 有时候连进士随从 也直接拉去杀了取胆 但吃归吃杀归杀 他的身子却一直不见好 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 小谷这家伙在呼 就把小谷杀了 但他没事就杀人取乐的习惯并没有改 简直就像天生的变态 一次他又喝得大醉 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 被今生死为远丁取之的 哪个人造成的 无比奇葩的售活个啥了